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一下拍間 一下比手指 面對問題 比起用嘴 說清楚 鷹派大將 陳明文卻更愛動手動腳 原來正是因為週刊報導 高鐵弄丟的 三百萬行李箱帶上車的 竟然是名外型高庭的男子 帶上車的跟這個去提領的 都是一個身型高庭的男子 誰講的 誰講的 我不知道 進週刊報導 所以不是嗎 講什麼 我不知道 你在講什麼 我不知道 你在問什麼 我也不知道 監視機畫面 我是希望你們直接去問高鐵好不好 我想這個事情最清楚 高鐵最清楚 倘若自己就在現場 為何一切問題推給高鐵 但週刊報導再指出 在陳明文致電前 竟然有名外型矮胖的男子 半路攔截 本攤對於金額款下案 捆術 遼落執掌 還企圖領取 高鐵站為求謹慎 比對上車畫面 卻發現與高庭男 明顯不符 拒絕提令 最後代替陳明文前來提令的 竟然正是攜帶行李箱的高庭男 那您對於這個所謂的矮胖男 在您去提令之前 有另外一個 請問 請問高鐵好不好 您去請問高鐵好不好 眾多疑問只有罐頭回應 不過談及高鐵也不得不提 2016年臨錫山收會案 便是透過車廂交易 約好時間指定座位 在人為碰頭下 一個丟包 一個剪包 再回到本案 就現今來源 陳明文說法同樣再爆出入 原先公稱是 妻子銀行提令 卻被平面爆出 檢調詢問時 竟然改口是跟大姐兒子借的 說是妻子的錢 後來說是大姐兒子 都是你自己收的 不好意思 是您律師表示的 好不好 美好 他就檢調查出來了 對對對 好 謝謝你 謝謝好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好 陳明文的以上回答 不知道各位觀眾 是否如他所言清清楚楚呢 還不清楚 那就問問高鐵 看看會得到怎樣的回應 有另外 請問 請問高鐵好不好 沒有其他補充 謝謝 謝謝新聞講 張宇軒SWLTB